日前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上 准备多时的中国音邪交响乐团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音邪副主席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 获得与会代表全票通过 当选为中国音邪交响乐团联盟第一届主席 于龙表示 中国的交响乐团已经超过80家 我们应建立一个能够互相交流经验 共同探讨发展提出解决方案的平台 并建立一套适应我国交响乐发展现状 变向未来的行业标准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